可是,令他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偶然间,顾情歌突然发现 这一方养老世界竟然是他之前错过的任务未灭 在一堆任务里,他挑选了其他任务 却也对这个世界有一些印象 男主楚墨北,从小身世悲惨 历经无数艰辛,在一众皇子里脱颖而出,荣登皇位 最后,与白月光女主双宿双飞,献煞旁人 而原著里的顾情歌,只是男主往上爬的踏脚石 他生下来便身交体弱,被断言命不久矣 死亡笼罩的阴影,以及全家人无尽的宠爱 最终养成了他骄纵,却有阴暗的性格 多年后回到京城,他对偶然相遇的楚墨北一见钟情 自此便开始了穷追不舍的舔狗生涯 了解了这些